巫统代表大会昨日通过了主席和熟理主席两大高职 不开放竞选一事 引起诸多争议 据报道 巫统对于是否举行党内两大高职的竞选存在分歧 有人说这会导致党内分裂 也有其他人认为 这将允许阿末扎西和他的副手 莫哈·莫哈山证明他们有基层支持 兵州第二副手长拉玛沙米指出 只要阿末扎西继续担任巫统主席 他将继续成为巫统和团结政府的眼中钉 阿末扎西可能暂时毫发无损 但他似乎是巫统的负担 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希望联盟或团结政府的负担 拉玛沙米在文告中说 如果巫统不先清理其贪污形象 尤其阿末扎西是最腐败的领导人 该党将无法覆撞 无论如何 他说由于巫统决定不竞选两个最高党职 团结政府可能避免了紧迫的政治危机 他指出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头痛可能暂时消失了 并暗示这将确保巫统继续支持安华领导下的政府 他表示西蒙和巫统现在真正面临的挑战 是如何在即将来临的周选中增加马来选民的支持 最好让巫统站在西蒙这边 而不是什么都没有 国盟沙西旦嘲讽阿末扎西可成为终身主席 并指只要庭审展延五年 前者便可安安稳稳地治国 沙西旦在脸书发文祝贺阿末扎西 我会说恭喜 因为一个政党的主席不需要竞选 我建议他阿末扎西当个终身主席 然后涉及的庭审延期五年 这样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治国了 同时他也对在文字中 向那些输了的代表表示哀悼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认为 巫统目前的情况可能会吓跑年轻人 他还指出 年轻人会因为不想受到限制 而选择不加入巫统 而是申请加入其他政党 他直言 巫统又走回之前的老路 受人控制了 他们担心巫统会分裂 所以他们不开放竞争 但巫统是一个坚持民主原则的政党 如果新人要上位 就必须有竞争党选 这会吓到年轻人 若我们要巫统年轻化 我们要吸引年轻人加入 而年轻人则负责拉大队 跟他们一起进来 不过 前提是你必须有竞争 若你到处限制别人 要知道 外面还有很多政党 前首相伊斯迈沙比利 也对巫统不开放竞选两大高职 感到担忧 这会削弱年轻人对巫统的信任 他认为 此举也与巫统通过推行民主 吸引年轻人支持的努力 背道而驰 伊斯迈沙比利 在巫统大会媒体中心告诉记者 虽然巫统代表大会 是党内的最高权力机构 但是做出的任何决定 仍然受制于党章 他担心巫统一面说民主 一面却拒绝竞选 会令到年轻人反感 无论如何 他交由社团注册局 去研究巫统代表大会的决定 有否违反条例 社团注册局的确可以干预 任何人都可以将此事带到该局 寻求该局的看法 看有关附加法案的通过 是否合法 巫统主席拿督 斯里阿末扎西对大会通过二高职 不开放竞选的动议 感到惊讶 他在记者会上说 我自己也惊讶党大会通过二高职 不开放竞选的额外动议 针对巫统林茂区部署 李主席凯里指控大会上 出现幽灵代表一事 阿末扎西表示 将移交巫统纪律局 将对凯里发表如此不实指控 进行讨论 以展开对付行动 他强调 所有巫统中央代表欲进入大会 都必须出示代表证 因此根本不存在输入代表的指控 此外 阿末扎西也宣布 负责领导州选举中的 六名巫统领袖 不过这项名单 独缺伊斯·麦莎比里的名字 公正党熟理主席拉菲兹指出 在过去的全国大选中 几打州有70%的马来选民倾向一党 显示一党在过去15年 一直依靠玩弄的极端种族问题 已经发酵并达到最高顶峰 他说 马来票一面倒是一个不健康的现象 他也担心分分钟激起各族群之间的仇恨 进一步破坏国家的种族团结与和谐 也可以看出公正党是不会玩弄种族课题的 他指出 一党一直玩弄种族课题 还指一旦让西蒙获得执政权 那非马来人就会领导这个国家 然后马来人的特权或其他权益将被剥夺 但现在西蒙掌权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担任首相 所有政府的运作仍如常 他说 一党玩弄的种族课题已不攻自破 安华的领导能力也逐渐赢得民众的支持 拉斐兹说 一党是靠金钱来赢得大选的 而不是靠社交媒体TikTok 他举例 他听说在他的肝榜登家楼 不论一党去到哪里 都有人向他们拿钱 还主办大师会 这些种种因素 使到国盟能赢下多个国席 如今 国盟也没有本钱再玩弄金钱政治 毕竟那是不会长久的 一旦没了钱 很快就会被人遗弃 他说 公正党仍有信心 在来临的几打州选中 捍卫五个传统一席 虽说有信心捍卫 但并不代表这些席位没有风险 因为几打州 在全国大选的风向显示 巫义选票非常明显倾向国盟 斗士党主席 拿督斯里·穆克里兹宣布 该党将退出祖国行动联盟 GTA以及不参即将举行的六个州选 以便专注加强党的力量 放眼第十六届全国大选 他指出 斗士党做出上述决定 是在考量了代表们这两天 在代表大会上的看法 尤其斗士党在第十五届大选时惨败 事实上 在去年12月6日举行的斗士党最高理事会上 我已被告知党员们有意要斗士党退出GTA 即使如此 我还是有点顾虑 我想在今天的代表大会上 做出正式的决定 无论如何 穆克里兹透露 该党仍抱持开放的态度 与任何政党联盟 就即将举行的周选举仪式展开商讨